那現在只有一個 這個水平最低的林靜儀出來講 說你在反對什麼 你是搞色情或詐騙是不是 他竟然把數位中介服務法理解成 只針對色情跟詐騙 這也太low了 這個水平那麼低還好意思寫臉書 我先跟你講他cover的範圍 他事實上不是 你剛剛講的那些是通信服務 不只啦 網路購物 連蝦皮什麼的 如果你買東西的話 我就插一下 如果你買東西的話 他現在有可能就是你的一些 你賣家的資料個資什麼的 也有可能都需要給買家知道 所以他變成說你的個資 全部都要攤開在這個陽光下的部分 現在還不清楚他怎麼去理解這個 可是他的範圍就包括這些 線上遊戲也是 還有雲端空間跟論壇 所以我們如果就平臺 Google 微軟 Nine PC Home FB 巴哈 PTT 手遊 英雄聯盟 全部都包括在內 那他的爭議點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如果也 網路如果被毀謗 你去法院告 或者有相關法律 比如說社違法 或者是妨礙名譽 那由法案來 由法院來決定 那他現在變成是由行政機關來決定 重點在這裡 而且他的行政機關是包括行政院下面的所有部會 不是只有NCC 你不要搞錯了 所以他只要有一個部會 認為說你的言論有問題 他就要求你下架 根據本法第三條 能夠定義不當言論的主管機關有 衛福部 文化部 交通部 經濟部 法務部 內政部 警政署 教育部 金網會 公平會 農委會 中選會 數位發展部 農委會也可以啊 我跟你講今天陳其中不是說消極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消極會嗎 那要不要先把他抓起來 不是他就可以 他不是抓他 是抓消極會 抓消極會 要把消極會的言論立刻下架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他可以針對網路上的所有言論 只要任何部位覺得不妥 他就可以立刻要求在48小時內下架 你如果沒有下架 我跟你講 沒有下架的話 他罰款最高可以罰到一千萬 不是只有五百萬 一千萬最高 最高一千萬 那我跟你講 這個事實上針對你說FB Youtube 那他們的平台在海外 那是外商 你又不能夠立刻監督 人家就用還要送總部 用那種各種全新來干擾 所以剛剛講到說 如果是在選舉的前一天 然後突然有一些 全部很奇怪的這個言論 放下去的話 那你要求他全部都下架 我跟你講他管控的 一定主要是針對國內 就平台有在台灣境內的 他還可以立刻要求你下架 那這個法律通過的時間 如果本來按照他的時程 大概就是明年1月1號試用 這麼快 那擺明的就是針對 明年的立委跟總統選舉 這還用說嗎 這個大家一看就看出來 他是針對什麼 然後他所謂不當言論的範圍 他包括我練給你聽 人性尊嚴之保障 那第二個叫國家安全 國防等公共安全維持 犯罪偵查跟追訴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族群性別宗教國籍等仇恨 或歧視行為的防治 還有兒童跟少年權益之保障 那公共安全排除 這個太容易 他做單方的認定 我舉例 比如說你說林志堅論文抄襲 他就說你要舉證 不然他說你沒有舉證 他就要求你下架 所以一談都不能談 說那個林志堅的論文 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平台業者跟NCC的關係 他很害怕 因為主管機關可以處罰你 所以當主管機關對你提出這個 說你這個不當言論 你敢不遵守嗎 而且很多平台 他是平台業者要受連帶處罰 你知道我意思 比如說我是經營LINE的 一堆人在上面聊天 我怎麼知道呢 所以他就直接跟LINE講說 你把這個言論給我刪掉 LINE百分之百遵守嘛 因為LINE不會去維護你的言論權嘛 他怕的是得罪主管機關嘛 不然未來他怎麼經營啊 那當然你剛剛講的也是問題 就是這個量可能會 大到我們的法院爆炸 對啊 根本不能執行嘛 那法院到時候 不是有48小時內 那結果他都審不出來啊 那審不出來就一直處於 這個48小時的下架狀態 他不能夠被覆權你知道吧 就是你必須先把它下架 那等審判結果出來再說嘛 對 那不知道民國幾年了 他案子一定非常之多啦 我們 這個簡直就是脫離現實 我認為他根本就違憲了 這個這種手法很顯然就是 他選擇他要的報導的東西嘛 比如說那個小吃店也澄清啊 可是小吃店的澄清就不是新聞嘛 就是對那些想要把這個 就是說中天搞這種置入的方法 再宣傳他的新聞 他要把這個當作焦點嘛 所以就包括各式各樣的 包括學生運動啦 包括綠媒的報導啦 那照理講你應該要 維持這個平衡報導的原則啊 為什麼小店家的報導沒有出現 那這個時候NCC為什麼不處理 因為NCC平衡報導是一個基本原則耶 那如果人家沒有 他只報導一面倒的這個認知 而沒有去處理這個小店家的說法 那這個本身就是NCC該要制止的一個事情嘛 所以表示連政府機關自己都不公正嘛 所以才會一直火燒下去啊 就是這樣啊 就他如果要 如果說媒體不能夠公正報導啦 我坦白說啦 就必然有這樣的結果啦 所以現在網路上就來傳一個東西嘛 就是說為什麼政府會這麼怕言論自由 就是因為有三個可能性啊 一個是他過去做過壞事啊 怕人家提起啊 一個是他現在正在做壞事啊 怕人家批評啊 一個是他未來想要搞壞事啊 怕人家揭露啊 看起來這三個應該都是啊 都存在啊 就是過去做的 現在做的 未來想做的 那他為什麼不讓你發言 他怕你揭露嘛 怕你提起讓人家記得嘛 比如說蔡英文他以前反電信法第九條 對 那是民進黨整個都反對啊 那那個時候的理由就是言論自由啊 對 那2013年蔡英文帶頭反對 那個修電信法第九條 現在為什麼帶頭那些立委 現在都不講話呢 就同一個嘛 就是你執政就雙標嘛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在 堅持一個什麼原則或理想嘛 只是為了權力嘛 你執政呢就立刻 反正就是當初你在也 在爭取的也是你的權力啦 那等你執政呢 也是為了鞏固你的權力嘛 所以真正的本質從頭到尾 始終如意的就是權力嘛 而不是言論自由嘛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搞錯方向了 就你在也的時候 事實上你不是在爭取言論自由嘛 而是這個題目有助於你奪權嘛 那等你執政呢 你發現不給言論自由 有助於鞏固我的權力啊 所以我就不讓你講話嘛 不然NCC怎麼敢推出這種法啊 這簡直笑死人了 而且比當年的電信法第九條 嚴重百倍啊 竟然敢推出來 影響更大 太大了啦 這個就是網路界源嘛 太明顯了啦 劑童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呢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